郭文貴議員 現在進行國事論壇 每位委員 歡迎三分鐘 首先我們請征委員民眾 兩位市面長 各位同仁大家好 各位部長 大家好 請各位部長 高官 暫時不要滑手機 不要看公文 大家一起來評評你 今天報告的題目是 總統府走私香菸 國之大慈 今年7月12號 蔡總統出航回國 學籍發生總統府走私香菸 一萬零九條的事情 本案涉及主題不是國安局 是總統府 從走私菸品的採購 相關文書 利用專機入境 貨車安排 混入總統抽隊等 都是總統府市衛士官員首為 市衛長是直接杜牢長官 直接向總統及秘書長負責 本案不是國安局走私香菸 是總統府走私香菸 一般民眾出國回來 攜帶香菸 只有一條免稅 第二條到第五條必須加稅 這個部分 超過的部分就是左私行為 我們要問問蔡總統 為何將這個事件定調為超滿 全國民眾可以比照辦理嗎 另外相關責任的追究 7月12號 國安局長彭聖竹請辭 7月27號 市衛長也請辭獲准 8月2號 新的國安局長上任 他說我會上下重手 歸追究相關同仁的責任 法律責任 在8月23號 台北地檢署依貪污助責條例 起訴相關同仁13人 包括被告吳宗憲、張恆佳等9人 還有華航副總邱章信等4人 本案的政治責任到現在 總統府的高官沒有人負政治責任 本案的評論是 本件的所有行政責任 除了彭聖竹以外 還有市衛長以外 其以行政責任 皆由市衛市的基層官員負責 已經引發國安系統基層官員的不滿 法律責任部分 總統府市衛市少校行政官吳宗憲 被依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 以公用運輸工具裝印勒稅物品起訴 可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但是吳宗憲並沒有抽菸的習慣 沒有高層的指示 不可能進行這龐大的走私相淹 卻要他完全承擔這麼重的法律責任 已經引發一般民眾的質疑跟不滿 政治責任到現在免護 所以卻由基層奉命行事的吳宗憲 要追究他貪污重罪 這合理嗎 請問假設各位長官 你們是吳宗憲的家屬 你們有福氣嗎 這樣的處理 除了公平的政法 謝謝 謝謝曾委員 下一位請您委員易華 主席還有大家好 今天國師論壇我們要來關心一下 詩格的歷史教科書 108新課綱於今年8月起實施 然而依照新課綱編撰之歷史教科書內容 卻多有偏頗錯誤 各版本歷史教科書 竟都對日治時代 日人對台灣人民欺壓迫害之事 如未安復事件隻字未提 或是對華民化運動 強推日語政策 導致國族意識喪失等事 不是與三言兩語帶過 就是盡美化之能事 而對於中華民國之創建 則無相關描述 對國民政府遷臺後之貢獻 則以抹滅扭曲的方式來呈現 舉例來說 在同樣的不同版本 但同一本歷史教科書裡面 可能對日治時代 跟中華民國時期的時候的相關的政策 就有不同的評論 例如以國語政策來說 在日本時代的國語政策就會寫說 建立起共同語言 破除族群界線 促進各地交流 吸收新知 但對在國民政府的時候 卻變成壓抑方言 形成世代與語言斷層 不利文化傳承與族群和諧 同一本教科書 在日本時代跟中華民國時期的時候 同一個政策就可以有這樣子分別非常扭曲的不同的描述 而且呢 在我們的教科書內容 也出現了台灣主權未定之謬論 如果台灣主權未定 我建議今天會議直接解散 因為根本沒有中華民國政府的存在 所以如此偏頗 昧日的歷史教科書 不但有失國格 還危害下一代 對國家主權 與對國家統治的正當性 有不當的認知 面對如此失格的民進黨政府與教育部 不敢實際搞台獨 只會在課本裡面篡改 下一代台灣人的歷史記憶 一方面送揚日本統治時期的建設 一方面淡化國民政府遷台後的貢獻 讓歷史教科書成為民進黨文化台獨 教育台獨工具 以建構民進黨的建國神話 因此 我要求教育部立即應該以行政命令方式 通令全國國高中 本年度之歷史教科書 教師須以補充教材形式 增加日治時代 日人對台灣人民欺壓之歷史 而且要應該導正台灣主權未定之說法 以讓學生釐清判斷歷史事實 而且希望教育部從109學年度開始 須將上述史實 以課綱為調的方式 要求各版本歷史教科書 須呈現上述史實 因為今年的教科書 整個的訂定非常的倉促 所以呢 我們希望要建立下一代正確的中華民國史觀 必須要用歷史的課綱為調方式來進行 謝謝 謝謝林委員 下一位請陳委員伊敏 主席各位委員大家早 本席今天要講的題目是 選前大掃臂 凸顯執政黨的無能 蔡政府執政三年以來 施政滿意度屢創新低 民眾的幸福指數更是持續的低迷 為了挽回民進黨搖搖欲墜的聲勢 辣臺妹居然在選前 扮演起聖誕老婆婆 爛開政府政策的支票 來拉攏選民的支持 毫無財政紀律可言 首先是交通部砸下36億元 推出了擴大秋冬國民旅遊講助計畫 在經由經濟部教育部文化部農委會等 11個單位加碼 另外交通部貸款百億元給旅遊業者 老舊計程車貸款補助 車輪放寬到7年以上就可以申請 補助名額也從5000輛增加到1萬輛 更可疑的是交通部又宣布 10月起將免征遊覽車的燃料費一年 使政府一年短收4.35億元 蔡政府各部會在選前狂灑800億元 實有違反納稅者權益保護法的意志 面對蔡政府的選舉至上的原則 各部會是狂灑幣 而昨天內政部以治安惡化為由 指派刑事警察局長親自到高雄作證 而事實上高雄市今年全班的這個行案 19567案 較去年同期減少了418件 減少的比例是2.09% 全班的行案破獲率是94.72% 較去年同期增加了2.08% 整體治安上屬平穩 韓市長對高雄治安市高度的關注 對暴力事件更是零容忍 治安根本沒有惡化 然而上個月27日深夜 屏東某直播節目進行到一半的時候 主持人突然遭人痛毆並丟包在公園 甚至手腳都被人家打斷 身受重傷送醫救治 發生的是在屏東 就是在我們總統的故鄉 此外 台北市今年槍擊事件有8件 多其說在6月後 光是文山區3天前才發生槍擊案 請問內政部有派局長作證嗎 刑事局局長針對單一區域 親自作證相當的罕見 就連當初319槍擊事件發生的時候 也沒有做這樣子的安排 可見根本就是為了打擊憨國瑜 無所不用其極 請內政部的徐國勇部長 不必刻意對高雄過度的擔憂 甚至給高雄穿小鞋 以上謝謝 謝謝 謝謝陳委員 下一位請孔委員文吉 主席 各位委員 我們蘇內閣團隊 蔡英文總統的博士論文的真為 這幾個月來備受質疑 年代史她是否擁有博士協位 也受到關注 一個總統是否擁有博士協位 本來就不是檢驗她是否試任的標準 但是整件事情的重點在於她身為總統 及教授的誠信問題 這裡沒有任何含糊以對的空間 美國北卡羅萊納大學台藝經濟系教授林環牆 跟李基牛津的經濟史博士徐永泰 先後前往倫敦政經協宴查頁蔡英文當年的論文 兩人都發現蔡英文留存該校的論文有裝訂太新切頁 留有許多手改的痕跡不尋常的情況 而且切頁的規定極為嚴苛 跟一般的論文公開透明不一樣 雖然蔡英文已經對質疑此事的林環牆教授 和台大教授賀德芬提出告訴 但是論文疑疑越滾越大 蔡總統若無法一一澄清 將使民眾對他的誠信留下更深的爭議 我們有幾個疑點 第一個疑點是取得博士的期程太短了 以馬英九總統為例 他在哈佛博士協會花了五年的時間取得 比較像正常的休息年限 本席在英國也是花了四年半的時間取得博士協會 如果蔡總統真的可以在短短的兩年之內 取得該校博士協會 又自誇說他的論文深受口試委員激賞 決定給他1.5個博士協會 這個真的是天眾英明 超越了相對論的阿因斯坦 第二這一本騙尋不惑的論文 為何要到今年6月28號才補交給倫敦政經學院 這一本是不是35年前 研版的論文 第三為何不直接公布指導教授的名字呢 蔡英文說他的指導教授是叫Michael Elliott 但是Michael Elliott當時只是講師的資格 年僅30多歲 在蔡英文畢業的同年 他就離開了教職 到經濟協人雜誌去擔任新聞記者 種種刺激疑點重重 遺憾的是這個Michael Elliott 已經在2016年因病去世了 無法再為蔡英文的博士協會作證 那第四是蔡英文的論文 為何充滿手改的痕跡跟切頁呢 前副總統李秀蓮批評蔡英文政府 每次發生弊病就把門關起來提告 李副總統說 包括你的博士論文 為什麼要讓法院這麼忙 人家質疑你 你第一時間說明清楚就沒事了 台灣話說 不要變成那麼神秘 一切疑問全部就一千二百了 謝謝孔委員登記國事論壇發言的委員 均已發言完畢 現在休息 答案 以及